慢慢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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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麼多位置 好 慢慢來 手機不要舉出來 後面當然小心點 你拔了你的手機 我相信他準備是發言的 手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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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踢腳的 手機 手機 KPS 等等 等等 大家等等 用Channel 2 首先我想跟曉穎的家人 說一聲對不起 道歉 我明白 因為我自己 做了一些無可挽救的錯事 為了他們帶來了很大的傷痛 痛苦 我 我自己的內心 都一直 受責備受譴責 所以我 願意為了自己的衝動 為了自己犯下的錯事 自首 回去台灣服刑 受審 希望他的家人 能夠 稍稍放下釋懷 亦令 曉靈能夠安息 齊生有沒有想過 其實自己被人利用了 我另外 是 想 多謝自己的家人 多謝我的爸爸媽媽 他 就算我 犯下了一個 眉天大錯 都 一直給 很多支持 關懷我 對我不離不棄 我 我不敢說 可以 可以 報答他們 回報他們 但是我會 記住他們 對我的支持 對我的養育之恩 最後 對於 社會對於香港人 我 小人 對不起 希望 各位的原諒 希望各位可以給我機會 我 重新做人 給我機會 我 匯報社會 你有沒有買過機票去台灣 問自己的錢 你覺不覺得自己變了一個政治籌碼 你覺不覺得自己被台灣和香港利用了 對不起 對不起 你的認罪是否致遠 是否致遠 不是呀 不是呀 後一點 衝下一腳 好 對不起 對不起 沒事 我們現在下一步會等著怎麼做 不要起來 看著 大家看著 小心 小心 怎麼會回去 慢慢 慢慢 小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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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各位,台灣殺人案疑犯陳同佳 剛剛離開了兵屋懲教所 他剛才跟傳媒說到 對潘曉穎即是他女朋友的家人是自怯的 亦說自己做了無可挽救的措施 為他們帶來一些痛苦 自己內心亦受到疾備 將會自首,願意去到台灣服刑 他自己也說到 是感謝家人對自己的關懷和不離不棄 對香港的社會是自怯的 希望各界給自己一個機會 並有多次的局共壓 台灣陸委會致函特區政府提出派人來到香港 確認疑犯陳同佳的身份 並將他帶回去台灣 不過特區政府就說台灣是無權派員到香港 來押戒疑犯 否則等同於跨境執法 對於特區政府拒絕台灣派員來到香港 押戒陳同佳 台方則說如果陳同佳逃亡 傳政等等 港府是需要負上全集 管浩明早前引述陳同佳所說 他出獄後會去到台灣自首 他了解陳同佳向警方申請了 一個人身保護令 確保他的人身安全 台灣陸委會致函特區政府 提出派人員來香港 確認疑犯陳同佳的身份 並將他帶回去台灣 不過特區政府說 台灣無權派員到香港 押戒疑犯 否則等於跨境執法 特區政府凌晨發聲明說 台灣執法當局 在香港沒有執法權 無權派人到香港押戒疑犯 否則等於跨境執法 不尊重香港的司法管轄權 完全不能接受 當局說陳同佳出獄後是自由人 特區政府